大家好,今天我们通过卫星地图欣赏一下不见十个最贫穷的县城 你认为谁的发展潜力更大呢? 浙蓉县,原称浙阳,明德市辖县 该县是闽东北的内陆山区县 自古就是闽浙交界商品集散地,素有闽浙烟喉之称 这里有中国太子申之乡,中国长寿之乡等美誉 于2020年4月脱禀斋帽 周宁县,明德市辖县,别名诗城 县城海拔880多米 居全省之冠,素有高山明珠之称 该县因东长下短,雨量充沛 被誉为天然空调城 最终于2020年4月脱禀斋帽 松西县,南平市辖县 古时沿河两岸多桥松 有百里松阴,地长西之称 松西县因此而得名 这里是明北首个国家级生态县 2019年被命名为四号农村部全国市辖县 平南县,明德市辖县 该县因位于翠平山之南 故雍正皇帝给取名平南 有红旗布道县,鸳鸯之乡 下乡部之乡,由奈之乡 不见诚水电之乡之誉 郑河县,南平市辖县 别名雄城 著名景点有 柏子岩,宝岩,明银矿 矿工其余旧址,景平等 2019年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墙县 工程试点县 最终于2020年4月成功脱平 泰宁县,三名市下县 别名山城 这里素有汉塘古镇 两宋名城之美誉 北宋时期创造了 和和两庄园 一门四近市 一项九举人的可举盛况 寿宁县,别名敖城 其位居 闽浙两省交界处 图有两省门库 五届通渠之称 寿宁温暖湿润 夏无库暑 东吴严寒 被誉为 不见夏季凉爽的避暑胜地 明溪县 三名市下县 旧称规划县 明星是传统的客家居住地 解放后多次接纳了 国家和省级移民安置 全县出国人员1.32万人 市福建旅欧第一县 和海溪内陆新桥县 2020年4月成功脱平 光泽县 南平市下县 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 有170座 有一滩高一丈 光泽在天山之说 该县是省级扶平开发重点县 省级文明县城 省级原明县城 省定产量大县 重点老区县 和原中央速区县 盛昌县 南平市下县 据清代嘉庆 延平组制记载 以其初顺府扶名 取顺而昌之意 自此利赖延用 顺名经验有 宝山风景区 宝山四景区 华阳山等 好了 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